那么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 独处是一个人最深刻的修行 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 苏氏在晚年回忆生时 曾自我戏谑道 温柔平生工业 黄粥惠粥丹粥 半生变折颠沛流离 让苏氏尝尽心酸 也给了他充裕的独处时间 京都烟云被远远地抛在身后 他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升华和蜕变 从只专精于文学 飞升文坛 到诗词书画 银生工业 样样有成 从羁绊于名将利索 到心中修理重局 从观俗世后半生的迫简化碟 我们会发现 独处是生活理 最深刻的修行 林玉堂形容苏氏的生命 是人生的盛宴 这不仅是对苏氏 灿烂一生的溃谈 还是对其生活的欣赏 在被贬时期 没了京城的高棚满座 没了围观的公务繁忙 临群所聚的苏氏 在一个人的时光里 把贫瘠的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 他经常独自四处漫游 或不宜草鞋地出入切末 欣赏路边的花团锦簇 或饭中倒吃笔江边 捡着漂亮的小石子 他经常自个儿琢磨起 各式的菜肴 从江里抓来寄鱼 煮成鲜美的鱼羹 从市场买来猪肉 味断成大名鼎鼎的东坡肉 为了自己自足 他像农民一样 去了一片地 种菜养树 浇水施肥 为了让客人有歇息的地方 他像手艺人一样 倒勾起其间房子 取名为雪塘 人间有味 是清欢 在孤独的流放里 苏氏把生活咀嚼得 有滋有味 就如尼采所说 每个不曾起舞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使人寂寂与生计 疏护了生活的曼鸟 而独处的可贵之处在于 能够按照 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 你可以朝 期盼拿手的好菜 在四方时事里 怀揣人间烟火 也可以悠闲地 品格插花 在心密中 享受片刻的欢愉 日子乏味或有趣 往往与环境本身无关 而是取决于 自己的心态 当你领悟到 生活的真谛 即使一个人生活 也有千百种 无样青才 张潮在《幽梦营》里说 能嫌是人之所忙者 方能忙是人所嫌 苏氏流放黄粥 观手不过一个虚嫌 除三餐一宿外 余下的时间 节五十 但他很快地 用兴趣填满了生活 他挑灯夜读 道鼓打三更 超书不倦 写下了许多诗轮 并解读论语和异传 他借满帐之地的 风俗人情 山川风光 来抒情研制 传下了许多 快智人口的诗句 以前无暇顾忌的 书法和绘画 俗氏也一一地拾起 专心洗脸书法 四成一家 鲜流式的书法 也有黄粥所作为多 钟情于竹画 融合怪史 枯木等意境 在中国画史上 读书已知 沉门繁卫的 黄粥纪律 硬是让苏氏 过成了充实的修行地 我们的人生中 往往也会有几段 像这样暗雅 或懒散的时光 有人选择 闷头大睡一整天 得过且过 或在灯红酒绿里 肆意地挥霍 有人却选择 学一门手艺 或在原本的领域 继续精进 这两种不同的选择 最终决定了两种 不同的人生走向 王深所嫌 就是在别人 把岁月轻易抛时 我们懂得把握时间 努力地创造生命的价值 把退堂的日子 过得热气腾腾 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 仍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 仍日拱易俗地耕耘 这些平凡日子里 默默地积蓄 都会成为往后惊喜的铺垫 周国平曾说 人之所以需要独处 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 在世间 我们疲于奔命地 应付外界的纷扰 以至于忽视了内心的修行 独处则提供了一个契机 让我们可以与灵魂 来一场促悉长谈 在放逐之地 苏氏有了大把的时间 去神视自己 在黄州时 他回望前半生 太过意气用事 因为口不择言 导致被正体抓住了把柄 因为屋台湿岸的牢骚 导致沦落至此 苏氏返秋初起的 要历界口舌 慎重鼻墨 明白了为人处事 得心怀诸欲 不露锋芒 他对牢中的暗无天日 仍尽忧心 懂了何为知足常乐 即使是白云所绕 江水幽回的平常景致 即使是粗茶淡饭的日子 也是一种生活的恩赐 在丹州时 他回忆官场的风云轨绝 放下了所有的尔虞我诈 张敦是陷害他的罪魁祸首 当苏氏得到大赦之后 张敦的儿子写信过来 求情网开一面 苏氏只是淡淡地回复了一句 但已亡者 更说何意 更是在回信的背后写了药方 以其张敦身体早点康复 在一次次灵魂的洗恋中 他在丁风波所写的 竹杖盲血轻圣马 谁怕 一缩烟雨 任平生 成为了他后半生 真实的写照 涅槃重生的苏氏 懂得了如何更妥贴地 与世界相处 苏本华说 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 环顾四周 许多人一旦扎进生活的激流里 就慌慌张张地迷失了方向 而独处是自我认识的最佳途径 自我沉淀 才能够更加地圆润成熟 尽心反思 才能够重新锚定方向 偶尔当下自己人生的旁观者 很多事情也会看得更清楚 在独处中 苏氏构建了一个 牢不可破的精神世界 任他在关海沉浮里 经受挫折 在事情冷暖里 遭遇打击 无论遇到何事 处于何种境地 他都能够在此 得到安顿和慰藉 朱古平曾说 人生最好的境界 是丰富的安静 这样的境界 唯有独处时 才能够抵达 只有在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中 我们才能在事实嘈杂中 捋清人生的脉络 才能在终日的奔波里 抚慰疲惫的身心 余生愿你学会独处 在疑问的时光里 活得风生水起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